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个考点 连续分配存储管理方式 那我们需要掌握单一连续分配 固定分区分配和动态分区分配 这样的三种连续分配管理方式 那单一连续分配是在刚开始的单道系统当中 使用的一种内存管理方式 而固定分区分配可以支持多道程序的兵发运行 但是固定分区分配的内存利用率是不高的 会有很多内部碎片 所以后来又发展出了动态分区分配这种方式 那其实了解了他们的发展过程和各种分配方式 所适用的一些应用场景之后 我们也可以更好的记住各种分配方式的一些思想 还有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那首先来看一下在单道程序阶段 使用的单一连续分配这种方式 内存会被分为系统区和用户区 这样的两个区域 系统区只给操作系统使用 而用户区是给用户使用的 内存空间 不过单一的含义就是说 用户区当中同一时刻 只可以有一道用户程序在运行 而用户区的大小又是固定的 所以一道用户程序 不一定可以占满整个用户区的空间 因此这就有可能会产生内部碎片 另外呢 为了实现地址空间的保护 一般来说会设置一些借地址寄存器 或者越界检查的相关机构 不过在很多早期的单道系统当中 由于内存中只会有一道用户的程序 那即使这个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发生了越界 那其实它也只会影响这个程序自己的运行 所以在很多早期的单道系统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是不设置这些地址检查机构的 那如果采用单一连续分配方式的话 解决内存空间不足的问题 可以用覆盖这种技术来解决 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什么是覆盖技术 采用覆盖技术的话 一个程序的代码段会被分为固定区和覆盖区 那固定区的代码段是常驻内存的 而覆盖区的代码段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再调入内存 这是覆盖技术 那由于单一连续分配 这种内存管理方式只支持单道程序运行 所以后来又发展出了固定分区分配 这种管理方式的特点是 会把内存的用户空间划分成若干个固定大小的分区 每个分区只装入一道作业 如果有空闲分区的话 那么就可以从外存的后备队列当中调入一个作业 把它放到这个相应的分区里 那根据这些分区的大小是否相同 又分为了分区大小相等和分区大小不等 这样的两种方式 那如果说某一个固定大小的分区 分配给了某一个进程 那这个分区就只能被那个进程所使用 但是一个进程又不一定可以占满整个分区 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也有可能会产生内部碎片 不过相比于单道连续分配方式来说 它带来的进步就是可以支持多道程序的并发之性 那如果用户空间被划分为N块的话 它最多就可以支持不超过N道程序并发执行 另外由于内存当中有很多作业在并发的执行 所以为了保证内存保护相应的功能 所以会设置一些相应的硬件 像上下线寄存器 还有相应的约界检查机构 或者采用基地值寄存器 长度寄存器 等等这一系列的硬件机构 那上下线寄存器和基地值寄存器 这两种方案是有一些区别的 上下线寄存器当中存放的是一道作业 它存放的起始地址和结尾地址 而基地值寄存器会存放作业的起始地址 用长度寄存器来记录一个作业的内存空间的长度 所以这两种地值保护方案是有一点区别的 那如果采用固定分区分配的话 可以采用像刚才所说的覆盖技术 来解决内存空间不足的问题 也可以采用交换技术 如果采用了交换技术的话 那么暂时运行不到的进程 可以把它换出外存 然后需要运行的时候再把它换入内存 所以覆盖技术解决内存空间不足的思路是 把进程的一部分暂时放在外存当中 需要的时候再掉进来 而交换技术是以整个进程为单位 进行换入换出的 这是他们俩的一个区别 那固定分区分配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有很多内部碎片 内存的利用率不高 所以之后人们又提出了动态分区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会用一种动态的方法 划分内存的分区 只有在进程装入内存的时候 才会根据内存实际需要的大小 来动态的建立分区 并且会让分区的大小正好适合进程的需要 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系统当中的分区大小和数目是可变的 那由于给每个进程分配的分区的大小 刚好是这个进程所需要的 所以这种方式是不会产生内部碎片的 不过在经过一系列的内存分区的分配与回收工作之后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难以利用的很小的外部碎片 那同样这种存储管理方式也可以支持多道程序并发 不过具体可以执行多少道程序 这得看具体调入内存的那些进程各自的大小分别是多少 那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解决内存空间不足的方式是采用交换技术 那我们需要掌握这几种分配方式的各自的特点 还有思想 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重点掌握动态分区分配 使用的一些分配算法 分别是首次适应 循环首次适应 还有最佳适应 最差适应 这几种算法 首次适应算法的思想很简单 系统会把空闲分区以地质递增的次序 把它们链接成一个空闲分区链 在需要分配内存的时候 会从这个链的链手开始依次往后查找 找到大小能够满足要求的第一个空闲分区 把它分配给精神 注意首次适应算法是每次都从链手的位置开始查找 那这种算法的实现很简单 并且查找速度快 平均性能其实是最好的 不过由于这种算法 每次都会从链手开始查找这个空闲分区 所以这就导致了在内存的低地质部分 也就是靠近链手的那些部分 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内存碎片 那为了让这些内存碎片 不会集中在低地质部分 人们又提出了循环首次适应算法 这种算法和首次适应算法 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 在分配内存的时候 每次是从上次查找结束的位置开始往后查找 直到找到第一个能够满足要求的空闲分区 所以由于首次适应算法并不是每次都从链手开始查找空闲分区 因此采用这种算法的时候 内存的碎片就不会过多的集中在低地质部分 不过这种算法其实平均性能要比首次适应算法要更差 而且同样会出现很多内存碎片 那第三种算法最佳适应算法 采用这种算法的话 系统会把空闲分区按照容量递增的次序 依次链接 在分配内存的时候 每次都从链手开始顺序的往后查找 然后直到找到第一个能够满足要求的空闲分区分配给它 所以按照这种算法的规则 每次给进程分配的这个分区 一定是能够满足进程要求的 并且大小最小的一个分区 那设计这个算法的出发点 其实是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大分区 然后供那些大进程使用 不过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这种算法实际实现的时候 需要对分区进行排序 那这个开销是很大的 另外呢 由于每次分配给进程的都是最小的 能够满足进程需求的那个分区 所以每次分配之后 都会留下很多难以利用的小碎片 所以其实最佳适应算法 虽然叫最佳 但是它实际应用的效果 其实反而是最差的 那最差适应算法的思想 刚好和最佳适应算法的思想是相反的 最佳适应算法的这种规则 会产生很多很多难以利用的小碎片 那最差适应算法的出发点 就是为了让这些难以利用的小碎片 尽可能的少 所以这种算法会把空闲分区 按照容量递减的次序 依次排列 在分配内存的时候 每次从链手的位置开始顺序的查找 然后直到找到第一个 能够满足要求的空闲分区 也就是找出最大的那个分区 那由于这种算法 对分区的排序是 按照容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来排序的 所以第一个能够满足大小的空闲分区 一般来说就是链头的那个分区 那由于每次给进程分配的 都是最大的那个连续分区 因此如果把这样一个大分区的 其中一个部分 把它分配给进程之后 这个大分区还会留下一大片 就是可以利用的连续的完整的内存区域 那这一片连续的区域 又可以分配给别的进程使用 所以最差适应算法的这种规则 可以保证我们每次分配之后 产生的碎片不会太小 留下的这些空间 都是可以利用的比较大的空间 但是这种算法 同样需要对分区进行排序 开销依然是很大 另外呢 由于每次都把那些很大的连续空间 分配给进程了 因此这会导致系统当中 缺少那些大的连续的地址空间 如果有一个大进程到达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找不到 大小合适的内存区域了 那这是几种我们需要掌握的算法 不仅需要知道他们的思想和特点 还需要能够动手应用 那咱们的客户习题当中 也会有很多和这些知识点相关的题目 供大家练习 好的 那么这就是第十二个知识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